美睫综合症案例 打开波动手,打开波动手根本没有阶线 那我就觉得这样的日子很辛苦了,人就睡不着 然后这个势头,它会这样往下这样扑 而且那个苦衣根本都控制不到了 后来我就照了,就看到原始的医疗法 就在2015年,我就决定要回国了 不要再待在这样寒等的时候,根本那个西医也报不了我 2015年12月份,然后在俊罗巴金屋体馆 那我就去听原始点的角度 那我听了之后呢,我就决定要 要向这个原始点的方式 刚开始就抓这个案子,然后我 我最近抓的重点,我应该就在头部了 刚刚开始案子,哇好痛哦,很难全凑 那我慢慢的喝那个芦草的姜汤 还有,开始吃那个温馨的那个食物了 冰冷的东西,我一直都觉得很清楚了 就在接触这个原始点之后,我就觉得,哎 这个病座有了喜事 那我就去了这个,在原始点中心了 差不多有一个半夜的时间了 那到一个半夜之后呢 那我就叫我特别去慢慢的学习这个 这个手法 然后回到家里,帮我慢慢自己都去摸索 去安 因为我觉得在家里哦,时间比较多一点了 那我觉得,一天比一天就好了 我是对我觉得,我的体力方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我每天啊,我去做运作 我觉得我的体力是应该是,恢复恢复得很 很不错的境界的 我这个病哦,大概是在2010年 一个早上,我起来的时候 那个眼睛哦,根本看不到 那我就去我的家庭医生 他说你的眼睛干涉 然后就给了那个眼药水我滴 滴了,老师萌萌的也是看不到 然后他就介绍我在伦敦的脑专科 他说你这种病啊,没有办法 只能长期服用药物来控制 不能断根啊 我当时的情绪控制不了啊,眼泪 控制不了 那怎么办呢,心想一辈子 应该是完云了 没有的就要完 我也觉得很安慰我能够得到原始点的医疗法 没有张医师 我敢肯定百分之百 没有机会跟你们在这边信诉我的病狱 我要示范给大家看 我的体力是有的 运动很重要哦 真的运动很重要 所以我每天有保持爬楼梯 15楼来回两趟 伏地营生呢 大概可以撑到五分钟 然后还有做慢跑步 所以我觉得哦,自力更深是最重要的 你自己不能够照顾自己 别人帮不了你啊 自信是最重要的 我以前的症状哦 我给你们信诉一下 我的头部哦 往这样 我的头部一路是这样 往上拐,这样拐 不能够自助的 控制不了的 我的口音不停地在流 口力在流 要拿这个手盘在摸 它会控制不了的 但是我今天 镇定的 我的头能够镇定的 往前方向看 往右 往左 我有了体力就不会死了 原始点学好 健康没烦恼 不是平常能够承受的 说真的 而且我也是一个重犯者 每天七点 我就到八地里面除草 除草 然后再喷尸 我终于有六亿亩这个榴莲了 那我要要管理的 没有体力 讲什么都没用啊